你看它的肉多厚 很像肉排耶 配料就是肉排 然後蛋 對 花絲排好好吃耶 來 好 先來吃這個肉排 好 它的肉排非常的厚實 然後 但是厚實之間中間的肉不不齊 而且 它的肉排有一點點味 我發現鵬骨的食物都有帶一點甜味耶 有 它的表皮很像 排骨 很像那種炸排 乳排骨 其實剛剛看起來我有點想說 它會不會是那種 糊糊 然後厚厚的 主要不是耶 它就是薄薄一層在上面 然後 你覺得是它的肉還是它的粉有調味出來 而且重點是它的肉排炸的 完全不油 想看肉排 嗯 嗯 好吃耶 難怪多人排隊 你有配它那個酸菜嗎 有 它酸菜也很好吃 來 我來吃它的花絲排 等一下 欸 花絲排很好吃耶 因為我媽媽以前很常在就是 佳樂福那種 買那個花絲的餅 你知道圓圓的那個 它吃起來很像那個 真的 好脆 很脆 可是那個花絲排 不是只有純花絲排耶 我覺得它不單純耶 好鮮喔 好好吃喔 怎麼不好吃 它花絲排有贏過肉排喔 我也覺得有 有 它的花絲排不是只有花絲的味道 因為我剛剛咬下去的時候 覺得它嘴巴裡面好複雜喔 我覺得應該有一點干貝感 有 這真的很像我以前吃的那個 干貝酥還是什麼 對 我覺得它一定有干貝 因為它很鮮 我覺得有 或是它有補一點干貝醬下去醬 我都懷疑它是有點蝦在裡面 蝦醬 我真的沒有 就是干貝跟花絲 就是干貝 花絲排真的很好吃 那什麼都有點 辣透透的肉排 幾乎桌上都有一個肉排 對 那它這個 就是說每一家店 我們走進去的時候 你大概看人家桌上點了什麼 吃招牌這樣 可是你會發現現在 放過去每一桌 什麼都有 所以它代表它每一樣都好吃 對 它們的肉燥也不是鹹的那種 對 就也是清爽型的 就是整碗飯都是清爽類的 難怪他們可以在正宗裡吃這個 可以 完全可以 它不是那種你想像說好油膩 怎麼還要吃一下 你知道 整碗清爽 你看那裡肉燥的肉也都很大塊 對啊 沒在客氣 請問一下這一碗多少錢 70塊 對 這兩個都是嗎 沒有 只有花絲80 花絲80 對 我們剛剛在研究你們花絲好吃 原因是因為它有加干貝 對 這個是干貝跟就是花絲的那個 花絲的肉 花絲 單純花絲嗎 對 單純花絲 那你們有加什麼別的醬進去烤嗎 沒有 那它有味 好強喔 你們肉排也好好吃 對 這肉排是招牌 你們肉排是本來就想說要做比較厚一點 對 就比這邊別間店都要厚 70塊很划算 很划算 謝謝 謝謝 我覺得它有試滿足 我覺得有 我覺得不OK 年輕人不可以這樣 走了吧 神經病 他年輕人不能這樣 對 我覺得大家如果想要吃看這個花絲塊有多厲害的話 或是它的肉排有多厚 你可以在這家馬路易 馬路易 記得 少一點來拍 我們剛剛就是因為你買的那一隻有板手餅 八十一點開 好不好 你們大概十點半就來 下太陽有沒有 你對那一隻有餘所 Family 十點半就來 你應該是想要室在家 你以為你會放大位置 你應該是想要室在家 真的嗎 我應該是想要室在家 好一點 你應該是可以 好嗎 你真的會有 你死人 你應該是真的